早前相继宣布此言康熙来了的主持人蔡康永与小S终于结束了最后一次的录影 在请到李晨和范冰冰大抱情侣生活的猛料背后 再回到现实中来 有关康熙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 蔡康永和小S随后在微博上细速落幕新生 令一大半忠实观众们看得一阵心酸 蔡康永在微博上写道 录完最后一集只有康和熙的康熙 向来是迎接来宾的门 成为我们鞠躬羡慕的地方 什么是羡慕 就是在落幕下时 我们陪伴了你 你也陪伴了我们 如此感性的话 不只说的人心伤 听到的人更会哽咽 同样迎来十二年来 第一个早晨没有康熙的小S 则上传了和女儿的合照 并复文 跟女儿一起度过 一切归于平淡 字语间带着淡凉的哀伤 一部访谈综艺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正如节目组的简单总结 告别的不只是一个节目 而是告别大家共同的回忆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早前相继宣布 此眼康熙来了的主持人 蔡康永与小S 终于结束了最后一次的录影 在请到李晨和范冰冰 大抱情侣生活的猛料背后 再回到现实中来 有关康熙的一切 已经成为历史 蔡康永和小S 随后在微博上细数落幕新生 令一大半忠实观众们 看得一阵心酸 蔡康永在微博上写道 录完最后一集 只有康和茗的康熙 向来是迎接来宾的门 成为我们鞠躬羡慕的地方 什么是羡慕 就是在落幕下时 我们陪伴了你 你也陪伴了我们 如此感性的话 不只说的人心伤 听到的人更会哽咽 同样迎来12年来 第一个早晨没有康熙的小S 则上传了和女儿的合照 并复文 跟女儿一起度过 一切归于平淡 自语间带着淡凉的哀伤 一部访谈综艺 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正如节目组的简单总结 告别的不只是一个节目 而是告别大家共同的回忆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